大招式 交啥 我不 我没使过 老鱼打开了 哈哈哈 老鱼打开了 回去 回去要报备了 你们有没有看上次那个 王伟说他是男的学员毕业的 哈哈哈 我们两个人 人与人的悲欢 哈哈哈 与一场面 那还有啥可玩的这里 去看看 直男不好吗 你们两个要约吗 是明天吗 更有更的好 对吧 只是女生会想要更体贴一些 但是我们确实 我觉得这个 哪有你所谓差异 就你刚说直男好不好 这个问题 我觉得 首先要定义一下直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很直接 不要去就是 让女生去猜我们的心思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是是 ok 的 但是如果说就是 get不到他们的情绪 把直男当成借口的话 就可能他们就不太能够接受 那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事情 在男女生上都会发生的 所以并不说是一个直男 就会变成他的一个标签 这样子 就我们不要把直男 当成自己犯错的借口 对 就可以 对 同意 好 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也必须有心疼这个因素在里面 是 是吧 我知道因为我也是 我这种类型的 刚才我为什么 是因为这有个点 这女生说没事 我真当他没事 是这样子 但是老张才会是 怪不得你叫鱼顿吧 他会出去打个电话 我是真的没事 那没事就好了 老张这方面还是很稀奇的 我就跟他学学 有人吗 你怎么找到的 这个 打电话吗 他说那个 卫生卫生 打什么电话 就是大众解评 每一个搜过来 哦 应该不止打了一个电话 如果有另一半的时候 那个另一半不在 大众 感谢观看